按好了,200泰铢只要38块钱 然后我刚才在想,如果我掌握流量密码的话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的标题应该是什么 是做一次一小时只要37元 按魔女说我太硬了 太下流了这个标题 来到了一个叫做Word Club的地方 在杭东区 一个类似于小朋友们学各种东西的地方 有打鼓啊,学游泳啊什么的 就跟中国小孩子那个叫啥来着 中国小孩子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不是出来参加各种兴趣班吗 看看环境吧 上面是老国王和新国王的照片 这里面嘛就是国内的一些那种兴趣班或者怎么样吧 一个建筑物里面有些房间 反正各自承包了呗 然后中国家长嘛,大家都懂的 总归让小朋友学点东西 学点音乐啊,学点什么语言 也有学一些什么运动的,泰拳 大概是教拳击啊什么的,拳击格斗的 关掉了,应该是 疫情,很多中国家长回去了,生意就不太行 这还有教学游泳的 这个泳池好像还蛮大的 泰国中进来要先脱鞋子,光脚进来 我去看看,环境还可以挺干净 这是一个学谷的一个小环境 这个叫Minute Minute 一节课多少钱啊 600株一个小时才两万 12节课六千 那500块钱一天 12小时6千泰珠 500泰珠一节课三个月 就是每个礼拜上一节课的样子 24节课,再便宜一点点 就是和黄一轩一起学古的时候 我刚上次跟你说,三百多块钱一节课 上海至少两三百起啊 人民币啊 老师在那里教他 也算是拓展生育啊 试学课 哎呀,这种东西兴趣玩玩 你又不可能靠这个以后成为艺术家的 就玩玩 我不学了 哎呀 你不要认真的 好像以后就是像什么要成朗朗 什么这种对吧 他们上海嘛 东一枪西一枪 一会儿学这一会儿学 那个传机学学 篮球学学 这个学学 那个学学 好了 你喜欢吗 太容易出来了 亲眼亲眼 这样吗 不全 好玩吗 好玩吗 干嘛 很好玩 去当你这种 哈哈哈哈 登登登 你就可以这样跑了 你就可以这样跑了 然后游泳 游泳 游泳他要吓死了 都写着吗 有什么不懂 你问我 我翻译给你听 哈哈哈哈 12小时 6千块 12小时 12小时 6千块 6千块 6千泰铢 三个月 每星期一刻 就差不多这样 好 烤仔没 哈哈 卖烤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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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到了另一家 我亲迈比较喜欢的咖啡馆之一 班蒜咖啡 若干年前我也做过一期 这个咖啡馆的特色是 有条小河 但是现在不算雨季啊 就没什么水 不然小孩可以在里面玩玩水 算是半户外的 环境比较原生态 然后在山里面 板阴凉的 你看这种大中午的也不是很热 户外环境比较 小朋友给荡荡秋千玩玩水以前 但现在的话 水不多 有个大人在那玩 玩水 雨季就还好 就是这个水就差不多是 会淹到 不能说全满吧 就淹到那个下面的这种 有木头的地方 这家咖啡馆的消费呢 不贵 但是呢 东西呢 就马马虎虎吧 主要它有些按摩 按摩都挺好的 我蛮喜欢吃这儿的 一个那个 龙肝juicy的 那个 龙眼蜜的一个 冰类饮料 但价格不贵 按摩挺好的 待会 不知道按摩还有没有开 龙肝juicy 怎么办 这个 小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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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她叫的按摩 按摩好像预约的 我知道我有个电话 阿拉切炒饭了 我问一下他们的 Fried rice with chicken 好 点的东西已经来了 挺快的 这是我的嘎泡姆 这是什么 Fried chicken Fried rice with chicken 好吧 我能不能吃得容易 不少跑 嘿 最爱的食物嘎泡姆 你都觉得面试没了 好可怜 晚日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应用体 他看得懂得呀 就是全班一共有十个人 其中女孩子五个人 伯爷有几个人 给我们点一下就可以 就是这种应用体 这很简单了 对呀 对他来说很简单 中国是搞脑的 还有很多里面是玩文字游戏 中文章是真的学出的 有意义吗 对吧 学按摩了 清晰年年很久了 他这里按摩是从这走上去 给你看一下 从这走上去 也不高 环境其实还不错 拍一下你们就知道 挺漂亮 环境按摩带蛮舒服 价格也不贵 你好 你好 一天 一天 三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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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話就挺麻煩 環境整體是這樣 很舒適 兩款 這個按摩真的是戴著口罩的 我的天啊 好名的大胖子 睡著了在大呼呢 按摩好了 還有一杯插合一個小點心 200泰銖 30幾塊錢人民幣 小小姐 就是今天像是今天這樣 我們正式的有開始的話 今天的一天的消費和對應上海的消費 可以有人算一下嗎 比如說 一天的一天加學費嗎 對比如說 破一個擔保對吧 我們說之前在上海的時候 如果他也去學那種打鼓 要多少錢 300多塊錢 就假設是那300塊錢 對不對 好那這是多少錢 500泰銖 90幾塊錢人民幣吧 95塊錢左右 按現在的匯率 是吧 好那麼中午吃飯 300泰銖 對不對 差不多就是50幾塊錢人民幣 那我們以前有週末去吃飯 要吃多少錢 要看你吃什麼來 就一般嘛 我們一般就是像那個 帶他去小小特工的 去那個三菱橋那裡 吃一噸飯吧 一般200多塊吧 一般最少200多塊 對的 我們吃那個炒扇子 那個順德菜 一般200多塊錢 當然這200多塊錢 吃的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沒有那麼多飲料 我們這種飲料如果要點的話 在上海三杯飲料 你80塊錢不要了 對吧 但是吃呢 就吃的一般 我們都是點的炒飯和那種炮 普通一點 順德菜算是正經的有硬菜的 就折散一下打個折吧 順德菜也不算200了 上150吧 有時候你團購 像什麼什麼的 那旁邊要喝咖啡的呀 我們就算150吧 一般我們就算150 就因為這裡吃的就簡單嘛 然後去按摩 那也算我一個人按摩吧 因為今天是我一個人按摩嘛 200太柱 38塊錢人民幣 上海呢 有福橋一個人 想再按摩一個小時 泰式按摩 泰式按摩 250塊 有五折的卡還是幾折的卡 六折的卡 六折 一百二一百五也一百五 對不對 嗯 上海的話差不多這樣出去要 300加300 600 600人民幣 還不算停車費 在三林校肯定是有停車費的 對啊 我三林校停車費不會 反正就算600吧 隔下來大概要3000 泰銖多一點點 對 那麼在泰國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讓他正式開始學打鼓 就是500加300加200 就是1100 哎500加300 就1000泰銖對不對 嗯 跟上海比 就是打了一個三折嘛 基本上就是三折 就是泰國的這種消費啊 跟上海消費 就同檔次的情況下 你就打了一個 這兩百塊錢都不到 就花一個小時 讓小孩子娛樂娛樂 然後順便和那種外交 就要溝通溝通 對 練練語言 對 練練語言環境啊什麼的 就欲教娛樂了 然後嘛 吃喝嘛 反正 基本上就是同檔次啊 就是這種泰國的 特別飲料是真的便宜 就 咖啡 對